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仙鳳福開了這個許冬陣領 這裡的話呢就是你每天登錄呢 就可以獲得這個冬夜成星 然後呢這裡就是兌換東西 那這裡的話就是看你收集到多少個冬夜成星的 然後就可以解鎖箱子 相信大家已經很熟悉了 那當然啦你要領到越多的箱子你就要課金囉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許冬陣領的話呢 450個是一定可以獲得的 然後呢這邊可以獲得一支免費的SP郵金 哇真的是他卡在這個地方 讓我下面想要換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換 到底是要換一個SP的郵金 還是要換下面的呢 因為SP郵金的話呢 目前就是公會幣慢慢換嘛 那8萬公會幣是15個 所以說呢這樣子換一個就價值32萬的公會幣喔 然後這邊每日任務後 你只要解完的話呢 一天可以獲得45個 45個冬夜成星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說有關於說更新公告 1.132版本啊 最重要的話就是那隻熊貓滾滾滾滾要來了 然後再來的活動都是1月5號 明年2024的1月5號 這個是冰棚奇歡劇 這裡的話呢就是會有一個活動籌備宴會全服進度 這個應該就是每天點一下然後呢領個獎喔 然後祈願邀約喔 這可能是大家比較期待的 他是說完成指定任務 培養一個什麼花朵 然後送出邀請函 那你就可以邀請星儀的英雄加入隊伍 又可以送你一隻SP英雄嗎 因為大家要選的話呢 肯定是選SP英雄嘛 克映回溯 克映回溯來了 到底要克映回溯哪一隻角色呢 是哪一隻角色被淘汰了呢 安知我真的是捨不得回溯啊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好 然後喔 求食之介齁 就是那個浮空島這個正式賽季來了 1月5號就要開始了 然後有做一些調整齁 這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上一次測試賽季呢 OK好 那就是今天遠征最大的活動齁 求食之介正式賽季要開啟了 再來的話這個蠻有趣的齁 奇境探險新增英雄史詩副本 這個難道是把之前的奇境探險再挖出來 然後只是增加個難度再領個獎嗎 就是舊機制再挖出來用喔 所以呢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樣子喔 然後呢 欸 讚耶 藏品的這個鬼祕收藏館 新增探索增幅 會根據消耗的史詩奇遇文簽 然後啟動保底機制 保底機制呢 會在探索結束的時候觸發 如果探索後 冒險者獲得的傳說效果少於保底機制 就會額外獲得傳說效果 那消耗一定史詩的奇遇文簽之後呢 就可以獲得效果特製券 那效果特製券之後呢 就可以在刻印產品的時候限次使用 獲得指定的傳說效果 那以消耗的史詩奇遇文簽也不用擔心 在版本更新之後呢 會根據消耗的數據 然後呢獲得相對應的補償喔 好 那史詩的話呢 就是金色的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產品齁 我們點奧秘球龍的這個合成齁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這個顏色代表什麼等級 紫色的話就是金鷹 然後呢這個金色的代表是這個史詩喔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後面的話就是例行的秘寶俠關 以及夢魘迴廊的首領更新 OK 那我們就期待先鋒服明天的更新吧 12月28號沒有錯是明天喔 好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那我是阿天 我們先來見 掰掰 拜拜